娱乐频道综合报道,有名中国生战女子冯建侠至台湾街头表演周慧经典歌曲《一炮而红》被外界封为《小周慧》,但被发现是靠对嘴赚取小费。 警方更查获冯建侠为总界身心障碍者的诈骗集团周慧得知这件事后相当难过,无奈表示我真是气哭了。 据苹果日报报道,封建侠爆红的影片流出后,许多朋友及粉丝都询问周慧的看法,但他始终没有对外回应,无奈地说,影片中是我自己的声音,我怎么可能不认得,只是侧影这新人皆有之,若我的声音能帮助到他讨生活,那就默默地无声祝福他吧。 但冯建侠为诈骗集团的新闻爆出后,周慧感到既难过又生气,愤怒表示他使用我的歌声,我可以体谅他非法来台卖唱,就让法律去处理。 但是他仲介更多身心障碍者,不合理的抽成比例,控制他人的生活,这点让人太生气了。 35岁的冯建侠下半身断肢,套上护具后以膝盖站立的方式,在街头演唱,获取不少民众的同情,据移民属新北市专行对调查,冯女语男友杨有明和祖兴起卖艺盖帮集团,南方在中国远端操控。 他则在台管理账务身间接头一人集团中的20名成员以自由行几义美间减名义来台,在一端常分配行企或卖艺,平均每人一个月能进账约新台币20万,滥用台湾人爱新的行。 为令人发指,周慧的歌声遭诈骗集团拿来赚钱,翻设自周慧脸书。 周慧得知晓周慧众介身仗着恋财后被气哭,翻设自周慧脸书。 周慧痛批诈骗集团太坏心,翻设自周慧脸书。